星星 白天 一辆清晰 问什么 你怎么连几个名誉也猜不出来 你喊什么 我 我这不是着急吗 我带你跟你出来 不是让你跟我吵架的 你又生气了 他们好像吵起来了 你也太差了吧 动不动就对我发火 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都怪你 明明说好的藏头师 换什么谜语 藏头师太没意思了 对谭小姐来说太容易 你的意思是我笨哦 我可没说 你就是这么想的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笨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别吵别吵 到底什么意思 我哪有什么意思 你差点让她把好事给坏了 凭什么都怪我呀 不怪你怪谁 原来世上 还有如此泼辣的女子 长得这么巨有什么用 脾气这么差 你 你 你什么意思 你虽不解风情 但从来不与我争执 你虽然有时候有些任性 但是 从来不这么做 我帮你吧 我帮你吧 我来吧 不要 我来吧 啊 哦 哦 你没事吧 你太过分了 我 你今天怎么一直跟我作对 是不是跟我过不去 我不是故意的 那 那我站子都坏了 我头发怎么办 我帮你 在发心 这么黑夜 有一点梦里 一点发出了心啊 他手里疼 没事吧 好了 小雅 你这是怎么了 赔给你 初月 你对小雅到底做了什么 与你无关 你 上官小姐 感谢上官小姐 和楚掌柜的帮忙 让我跟御婉重归于好 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想把婚礼 也交由二位来筹备 你 明白 明白明白 这是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我 以后别这样了啊 太客气了 你怎么来了 这么长时间 你去干嘛了 过来 汤喝了 我不喝 干嘛 喂你啊 喂 为什么 我小时候不喝汤药 羊就是这么喂我的 张嘴 好喝吧 不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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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人 这么好喝 把这个送给云川怎么样 为什么要给他送东西 因为他给第一枚买了很多东西 我想买个礼物作为回礼 礼上往来 女子可以随便送男子玉佩吗 我们是朋友 不必在意 第一枚开销这么大 不要浪费这个钱了 行 我不买 我自己做可以吧 省钱 那也不行 喂 你放开手 今天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小气 自己逛自己的吧 谢谢老板 你放开我 哦 来 把香汤喝的 好难闻 不喝 早上你让我喝的时候说好喝 现在你不喝了 你做吧 对啊 那更不能喝了 给我喝了它 不 喝 不喝 张嘴 张嘴 我怀疑 这种你 是你的 心情 让我确定 来 喝药 我好了 不用喝了 还说你好了 快喝 苦 不喝 贤苦你就别生病了 你笑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你会主动关心人了 送个药 就叫会关心人了 当然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从一点一地的关心 累积起来的 病时的汤药 饿时的一桌饭 下雨时的一把伞 寒冷时的一个拥抱 爱 这轰轰烈烈的爱情 还是正少数 平平淡淡的相守 才是永恒的真爱 你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些东西 和我开心的印象 一切东西 都要看 你不得到 是因为 还没关心 唯一 好 好 我看你 你不得到